蘇貞昌議員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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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蘇貞昌蘇院長 蘇院長請 趕快辦答案 JEN神這樣 董基堂 剛才對陳拜拜 嗨 那進電視這件事情其實虎苑可以出來好好的說清楚 因為顯然裴委已經拿了這個虎苑的名號 在侮辱我們的總統府行政院 第二前天在交通委員會如果進電視 他跟那個NCC沒有關係 我們的NCC主委陳耀祥就應該要答應 在那個委員會的委員提出來的 要成立這樣子的一個調閱小組 這是以上我給院長的一個建議 好接下來我還是我想這個總質詢 還是回到我的很重要的一個質詢的點上面 來講一下因為今天是前瞻計畫 那以上是我對院長的建議 好這個我們來開始來看今天的那個前瞻計畫 明年度112年這個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稅出2.72兆比今年增加了4,680億元 增幅達到了20.8% 恐怕是金額創最新高 而且也是創下史上最大的一個增幅 那要請院長來看為什麼會這麼的高 是因為沒有特別預算了嗎 好基於財政紀律這件事情 本席其實在立法院我一直強調的都是財政紀律 再來我們來講一下我們的政府稅縮 我們說呢連連超增啊 連連超增喔 但是我們的債務也連連呢 屢屢創一個新高 雙雙破紀錄 顯示超增的這個稅縮呢 還沒有辦法去填補這個擴增的一個 這個收支的一個缺口 所以呢民進黨執政以來 其實是耗用資源事實上是沒有節制 但是整天在講超前部署 這樣永續發展 其實是已經背離的這個永續發展的方向 好我們來看一下 蔡英文政府從上台以後 從105年到這個 111年的這個稅收超增 合計呢總共是8069億元 那去年的光去年的超增啊 就4327億元 大概是稅入兩兆4415億元的17.7% 財政部的這個預算數字呢 跟這個實際數字 這裡有將近五分之一的一個落差 將近17.7 將近五分之一的落差 顯示我們政府的財政數字 跟管理的失令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一個常態性的一個超增 一個數字管理失令的一個政府 那其實我要引用一下 史學的經典萬曆十五年 這個明朝富王的一個治理失令 就是欠缺數字化的管理 院長我在這裡想要請教你 這樣一個常態性的超增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稅收的預測失準 這個財政管理的落伍 到底是A沒有列入這樣子的一個施政規劃的稅收 表示你的預算程序失靈 政府的行政不效率 或者是B 需增了一個戶稅 那就表示整體的這些稅制失修 然後租稅的正義夢修 院長你的答案是A還是B 還是以上皆是 住口 produkt hinge 이런 你們 要讓我解釋完整 不要切斷 正因為政府 抓緊時機 比如中美貿易大戰時 我們讓台上回台 讓境外資金回來 創造了多大的經濟收益 所以第一 我們抓準 第二 我們做得好 比如防疫衝擊 各國受衝擊那麼大 我們防疫守住了 經濟才能做得好 所以很多 我們還能創造 營業額增高 第三 我們因為台灣 在政府有效率執政下 外國投資增加 所以這一切 讓我們操增 你的身邊左右站的是 你的財政大臣跟主帝大臣 那所以呢 年年操增這件事情 表示他們兩位 這樣的一個財政數字官 事實上是失領的 委員 我不同意這一句話 不同意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你的常態性的操增 還有那個委員 你引述那個黃仁虎先生的萬曆十五年 你那個引述的結論是錯的 有這本書 也這樣寫 黃仁虎先生寫萬曆十五年 民草護法 如果你還 那我問一下 院長 院長我們還是回歸到政治 你的超真是哪一種超真 是數字 到底是哪一種超真 委員 你不要把超真當做一種罪惡 所有的稅收都是依法徵收 只是它比我們 我們預算數還多 它比我們預算數還多 它比我們預算數還多 但是這個不是罪惡 這個不是罪惡 那我要跟委員報告的是說 所以說比預算數多 那是我們整體的經濟的表現 超乎我們的預期 所以這個基本上 你不能否定這個經濟表現所造成的結果 我還要告訴你 超真不是罪惡 但是光去年就超真的超過四千億 要告訴國人為什麼 所以我說委員 你這個是在肯定嘛 肯定做得比預期的好 第二點 委員你要引述歷史史學 明朝 張居正 首府等於宰相 他上面以前 連公務員薪水都花不出來 他做了十年 國庫滿坑滿營 還公務員加薪 我們現在就是 加薪減稅政府力 反而是張居正 萬利首府做得好 我們來看一下 超真的最主要的 你喜歡引用史學 我用史學 我用史學 跟你參考 好院長 我們還是回歸到正題上面來 超真主要的來源 我這裡幫你列出來了 一百一十年跟一百一十一年 主要來自於這個資本利得稅 包括了這個所謂的 所得稅裡頭的房地合一稅 還有證券交易售 那大家都知道 去年的這個當充 確實是也收了不少的稅 那財政部這個呢 事實上他是從一百零七年 就一直說 積極研議 為什麼每年會超真 所以我剛才問說 超真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積極研議 然後這種常態性的超真 會越來越嚴重呢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院長 今年到今年九月底 到底超真多少 那預估今年全年會超真多少 因為在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財政部也對這種大眾的物資降稅 所以貨物稅會下降 但是營業稅會減少多少呢 這個委員受這個通膨影響 還有美國連連升息股市的情況 也受到波動等等 這個稅收包括證交稅等等 都會有變化 所以台灣 請你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針對來 請部長給你回答 跟委員報告 我也是針對 基本上這個所謂的 我們到目前為止 九月到九月為止 大概稅收跟去年差不多 那預計今年的稅收也會比去年 跟去年一樣比預算數多 但是我要跟委員說明的就是說 所有的從這個數字裡面 稅收比預算數多的兩個原因 第一個 這個所得稅 因為所得稅是落後申報制 所以去年的經濟好 今年就反映在今年的所得稅上面 那我們今年稅收好 就是因為七年經濟好 所以這個基本上 我七年年初在估這個所得稅的時候 七年在編今年度的預算的時候 我不會了解說到底會怎麼樣一個情況 第二個 證交稅 證交稅 七年說的很多 沒錯 但是證交稅反映的是經濟的現實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時間落後的問題 但是你的過度保守 委員 你要了解整個預算編列的程序 時間落後了兩年 這個不是財政部不認真 但是 等體經濟的表現反映在稅收比預算數多 你不能否定這樣一個情況 你不能把一計畫說 數字管理失靈來否定這樣一個成就 好 接下來我想今天還是講前瞻 我們來講一下前瞻 前瞻基礎建設呢 基本上我幫你算一下 從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到第四期 大概合計現在大概會編到七千七百億 看起來還有剩下七百億 我想請問一下 有沒有第五期 請簡單回答我有沒有就好 我們的這些預算編列都依據特別條例 都金貴也很通過 那預算是有沒有就好 所以我現在幫你算出來 還有七千億的額度有沒有第五期 七百億啦 七百億的額度有沒有第五期 那個是將來 因為將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第三節到113 那113以後 由將來的行政的一個團隊來決定 所以你現在不決定 我們現在就去把它用完不大 還是你現在就要把它花完 不過沒有 我們並沒有把它花完 所以我們會留七百億 好 我們還是來講一下這個前瞻基礎建設 基本上我看過你的這些 基本上都不前瞻啦 大概前瞻計畫應該是 它要能夠改變國家結構的這些變革 才是一個前瞻的計畫 那我也幫你算出 你的前瞻裡頭的什麼 緯道建設要水循環這些象 這些其實基本上都是日常 公務預算就應該要做的 那但是綠能的建設跟數位建設 大概它可以改變整個國家的一個結構性的變革 這個大概是我認同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實呢前瞻並不前瞻 因為很多正在做的事情 為什麼要重複編特別預算 就把我這邊把它舉起來 書畫部的特別預算裡頭 你看它的六點六億 其中人事費還編了二點三七億 還有就是數位發展部跟支通安全署裡頭 事實上一百一十二年的這些公務預算 其實都是有相似的一個業務 也編了六點零一億 院長我想要跟你講的就是說 前瞻應該是要能夠 改變這個國家結構的一個預算 而不是平常就該做的事情 像這些 這些我舉例出來 這些可能應該是更多了 但是我只是要能夠告訴 你左右兩邊的財政部長跟主席處長 本來就該做的事情 但是呢特別要去編 這個特別的預算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我的解讀是 就是要把年度的收支的帳目 做得很漂亮 那這個部分 我把它講完 然後再給時間 再給院長跟部長 還有主席處長來回答 所以我剛剛還是在講 要能夠改變未來的事情 才是前瞻 那我舉個例子 這個今年6月22號呢 台北市的議會已經三讀通過 這個台北市的 所謂的淨寧排放的管理自治條例 到現在 我不知道行政院為什麼不合定 不合定 但是呢 我們的前瞻計畫裡頭 國花會 國花會喔 在前瞻的特別預算裡頭 還去編了錢 然後呢 還要去辦所謂的淨寧城市展 然後聯合的論壇 台北市都已經自治條例好了 而且 上個禮拜 這個台北市還是淨寧城市的第一名 已經做成績給妳了 然後 他送進來的自治條例 為什麼到現在行政院還不合定 院長可以簡單的回答 有什麼樣的困難嗎 好 委員 因為妳 不是選區選出來 是全國不分區 所以妳就解讀錯誤啦 妳沒有真正造型 妳剛才不是說要留時間給我講嗎 那我來講完嘛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 有什麼困難 妳如果真的有選區去看我選區 那個縣市長 那個選區的立法委員 都跟他說 當年丟水球 撒面輪 不好意思 一直要這個前瞻預算 第一點 第二點 講完了 第二點 如果不是前瞻預算 行政院為什麼不合定 如果不是有前瞻預算 水環境 去年那個百年大案 百年大案就沒有水可用了 幸好有前瞻預算 我隨請接水管 行政院為什麼不合定 去年才會有水可用 行政院為什麼不合定 有什麼困難 沒辦法回答 我們繼續齁 前瞻預算 妳不是說要跟我說 不跟香港 妳自己說說 妳從 妳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得回答前瞻預算啊 今天是前瞻預算 好 前瞻的變形 你看 就因為有前瞻 所以我們去年百年大案 才能安然度過 也因為有前瞻預算 我們才能在很多 過去沒有做 現在有前瞻把它做好 院長妳不要在這裡打回手 問我問的問題 妳也不回答 妳不是在問我前瞻預算嗎 剩下15秒 妳讓我把它問完 這個前瞻的這些變形 本來變的預算 慢慢的就萎縮了 比如說這個軌道建設 金額跟佔比 就慢慢的要在水環境也是 但是城鄉建設 金額大增的六七成 有這個綁裝的嫌疑 那最後其實 好 謝謝蔡伟議員 報告委員會 上午直行到此為止 下午兩點三十五